十二年的时间 丽善林学习了化学 航空工程 土木工程和数学等多个专业 但无论学习什么专业 丽爱因说 父亲都能够把所学的知识 运用到他所热爱的烹饪当中 也就是在那一段时间里 丽善林开始了对家中宫廷菜谱的改造 并且由此逐步创造出 自己的菜系风格 还有一道菜叫鸭包鱼翅 就把鸭子和鱼翅结合在一起 这是老爷子研究出来的 他怎么研究出来的 因为他知道鱼翅本身 还有一种物质叫硫酸软骨素 硫酸软骨素本身就是 能起到抗癌和防癌的作用 本身鱼翅是胶质蛋白 对这吃了以后是有好处的 但是不能过量 这个硫酸软骨素 虽然它含有这种物质 但是它自己本身不可能释放出来 它必须要和鸭子或者鸡 鸭汤鸡汤融合在一起 才能把这些物质释放出来 才能达到抗癌防癌的作用 和营养的价值 这就是后来我父亲 学完这化学以后 进行的研究给他结合了 1956年 从小吃得好 从小因为就是 好像就以吃为主 以吃为主 就是从小就看着 反正家里边就等于是 每天都摆着 因为那时候就没有冰箱 所以说把这些东西 都摆在桌子上 每天都老摆着这满桌子吃的 其实那个时候 丽艾因家里的经济条件并不好 但是在丽艾因的记忆里 即使在三年困难时期 他们也很少挨过饿 而且常常能吃得很好 他的父亲似乎总能想出办法 给家人做出又好吃 又营养的饭菜来 他就吃上我们那个厚海 去钓鱼去 经常钓过鱼 钓过鱼来以后呢 我们就回来就做 做各种不同的味道的这种 用方法来做 比方说有胶汁的 有蛆油的 有清蒸的 有那个醋胶的 还有那种做成那个熏的 熏鱼怎么做法 就各种不同的料理方法 他就来丽艾因家来做 这还有我们还有就是 到那厚海去捞那小虾米 就那种活的 就是捞小虾米回来以后 也做成各种风味的 丽善林这种对烹饪的热衷 对美食的追求 也给他的儿女们 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每天试着父亲 做的好吃的饭菜 每天看着父亲在厨房 研究忙碌 前一末话之间 他们也开始跟父亲一样 不仅喜欢吃 也开始喜欢上了座 有如我们要是 我们这几个人 几个人好像在厨房 待个半天什么都没问题的 都不烦了几个小时 都跟厨房里待着都没事 但是你做这顿饭 也就吃一会儿就完了 但是也不烦 如果要说 这个饭你今天做得特别好 大家有钱吃得特别光 觉得特别心 特别痛苦 特别高兴 要是说 怎么这个菜今天没做好 做的还觉得就不行不行 还得下回还得做 还得怎么演样研究 这也没做为什么 今天吃得不好 儿女们对于烹饪的兴趣 让丽善林倍感欣慰 于是她开始逐渐地 把她多年来研究出来的菜式 交给孩子们 厨房成了一家人 享受天伦之乐的地方 我们有朋友 因为他们都知道 我们做饭做得做得好 因为我们亲近朋友 所有人都知道 包括我妈他们医院那些个 那些个什么领导 还有那个 我爸他们学校那些个 连我们学校 所有人都知道 我就我说 有时候带到学校里边 饭多好吃 后来我上我们医院工作以后 我有时候经常也中午 因为离时进 就能带饭 基本我带那饭 有时候中午 都让我们医院同事吃了 我还得上我们厨房线买去 他们觉得好吃 他们就不客气 就全给吃了 所谓酒香不怕巷子深 慢慢地 丽善林一家人 做菜好吃的消息 在他们的亲朋好友之间 传播开了 亲朋好友的肯定和喜欢 也给了丽善林家的私房菜 带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 1984年国庆节 为了庆祝建国35周年 中央电视台与中国食品杂志社 联合举办了全国性的 国庆节家庭宴会邀请赛 消息一传开 丽善林家的亲朋好友 纷纷鼓励他们去参加比赛 我们朋友知道以后就赶紧通知 我们说你们还不赶紧去参加比赛 试试去 而且我爸说这也不错 这反正也可以去试试 代表丽家参加比赛的 是丽爱因的妹妹 丽善林的二女儿丽丽 节赛中他在两个小时内 做出了六道冷菜 八道热菜 一道汤和一道甜点 共十四道菜 击败了所有的参赛者 一举多亏 当时就是现场直播的 我们主要在电视里边看 然后他就获奖 就跟现在什么 比如说参加冒运会什么的 玩了以后大家伙 我们全院的一些人 都围在电视里边 我们家那时候有电视 不是大电视 都从我们家来看 最后得到他一呼叫 全都鼓掌 跟现在这形式差不多 就欢呼什么的 烹饪大赛的冠军 让丽家的私房菜一举成名 丽家的小四合院里 除了亲朋好友 纷纷赶来道贺之外 大量的媒体记者 也闻风而至 大家在道贺和采访之余 也给丽善林 提出了一个建议 说您这个 既然您得冠军了 您要是说这样的话 不也就无声无气了 就是只是一冠军 如果您把您这个 您要是现在不是提上个体 开一餐馆 的话就很多人都知道了 这样您就等于传出去了 就不失传 您犯错这么好吃什么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